我们最后一组 小宛作为那头第一 最后匹配到两位这样子的对手 什么样的心情 我感觉我在他俩中间算中生代 凯元老师是比我早的 莫南是比我宛入行一些的 我觉得我们三个还挺有代表性的 老中情三代 说我就三代同堂 选打进老院 脚踢幼儿园 能有这么一个机会 跟秦鲁老师比一场 就是挺难得的 既是一个挑战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很刺激的一个人生 好好给你上一课 那我就选排名最靠前的三位 他们三个一直在用下巴跟我们说话 新人怎么那么狂啊 你们的气势去哪儿了 养着下巴走路那个气势呢 我要干前三 好 上一个赛段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太狂了 所以这个赛段一定要好好比赛 所以我也想接着有机会挑战一下自己 但没想到一挑战就挑战的有点大了 就是这个 挑战到秦鲁老师那儿去了 干嘛呢 秦鲁老师 要不要一起下来商量一下对策呀 今儿可迟到了 秦鲁老师 秦鲁哥快快快 我给你来分析分析 给你讲讲这个梗梗 我这儿还有一个打破第四度强的 秦鲁老师 我也有一个改动 秦鲁老师他虽然作为我的对手 他还是很积极地来帮我改稿 因为我们都住在同一个酒店嘛 所以一楼的大堂里能够看到 秦鲁老师会给很多人来改稿 大家在酒店呆着非常的焦虑 你不跟人聊 不弄稿子 你就感觉自己慌 我的压力倒不大 因为我的目标不是战胜这些新人 对我来说 这个段子演出来以后 我能不能让自己满意 我的两个对手 一个是最强新人 童谋男 一个是最强老人 周其木 所以我也就抱着 就是出现了希望活一活 这两年经历的东西 让我非常的不自信 但是就像忽兰 鼓励我参加这样一样 就是你可能再多试一次 可能就站起来了 海外如果能爆发起来 我觉得也是不容小觑的 周其木的话 他的段子也很稳 另外两个选手 没有办法撼动他第一的这个位置 非常期待童谋男 觉得他真实的实力 绝对不是处理在那样 所以说他们三个 真的不一定推走实力 我们最后一组 第一个上海要讲的演员 在之前的舞台上讲过 他一个一段 三个人蜜月的奇妙经历 今天又要讨论恋爱 不知道会讲什么 掌声欢迎梁海远 好久没听到 对啊 好久没有听到这个曲 大家好 我是海远 最后一组淘汰赛了 你们也能看得出来 我跟我们脱口秀的天花板 周其木老师 以及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选的新人 相当于去年的杨门恩 对 我们三个分到了一组 分完组之后呢 我就完全不担心 我的出现问题了 我最近的心态都非常的好 对 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 坐以待毙 真的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 就是已经不亲自谈恋爱了 他们喜欢看别人谈恋爱 你们有人喜欢课CP吗 有 对 真的有些人课CP 真的课得特别的投入 天天追着人家问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马上给我原地结婚 你们不结婚真的很难收场 真的如果自己课的CP 课到一起了 比CP本人在一起还要激动 哎呀 课到了 课到了 好甜 好上头 我命不要了 快把我杀了 给他们助助兴 什么话这都是 真的怎么说话啊 真的吗 就把自己杀了 给别人助助兴 我都不知道是课到了哪里 喝到了要害 真的我们课CP 课得如此的甜蜜 如此的上头 对吧 但父母给我们吹婚的时候呢 我们又非常的反感 可是我们换位思考一下 我们仔细想想 父母为什么要给我们吹婚啊 因为他们也喜欢课CP 所以难怪他们看到你跟谁在一起都觉得特别的合适 天天追着你们 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啊 马上给我原地结婚 你们不结婚真的很难收场 你知道吗 我甚至觉得我们的婚礼本质上就是我们父母大型磕CP成功的现场 因为父母会叫上所有的亲戚朋友 一起来现场分享他磕CP成功的喜悦 就是你们这一边磕头拜天地 他们在旁边 哎呀磕到了磕到了 哎呀 好甜好上头啊 你们家的猪都上头了 快把我杀了 给他们猪猪性 当然磕CP属于望眉止渴了 对吧 恋爱还是要亲自去谈的 因为你不谈恋爱 别人就会给你吹婚 你们有缘被吹过婚吗 真的被吹婚真的太可怕了 因为有一些吹婚的理由非常的离谱 因为他们会跟你说 你不结婚 以后死在家里都没人发现 这是什么理由啊 我都已经死了 我都已经没有感觉了 为什么我的第一需求居然是被人发现 我有那么需要被人发现吗 我是一个宝藏吗 还是说我死了 家里会留下一个舍利子 把这个垫子给同我来摆下 好像不被人发现就亏了 对吧 他们好像死了之后被人发现是一件特别光荣的事情一样的 你知道吗 隔壁那个王老头 他刚死就被人发现了 他这么好厉害啊 虽然他生前一事无常了 但谁能想到他刚死就被人发现了 你看他这辈子都没有白活的 你看你不结婚死了就没人发现 当然这样的吹婚理由呢 是没有办法打动我的 对 因为不就是被人发现吗 这能有多难啊 我觉得我临死之前肯定会给我的好朋友成禄打电话 如果他还没有死的话 这么客观吗 我会跟他说成禄快 我快不行了 马上抬我去全上海人最多的地方 人民广场的乡亲角 我就要死在那里 我要死在那些吹婚的人面前 让他们看一看 我死了之后是有人发现的 而且是他们亲自发现的 我要死在他们这个爱情的坟墓里 真的为了应付吹婚的压力 我也曾经象征性地参加过一些相亲活动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参加过什么相亲活动啊 其实有时候还挺有意思的 因为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我有一次去一个相亲活动 遇到了一个HR 然后我们见面之后坐下来就开始聊 他就开始问我说 你觉得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优点 你对你未来的职业生涯有什么样的规划 真的巴拉巴拉说了一个多小时 之后我真的实在受不了了 我就站起来跟他说 你先回去等消息吧 后来他还打电话问我说 有消息了吗 我说有一个好消息 他说什么好消息 我说瓜子二手车升级了全新的购车方式 四开七天不喜欢还能免费退 这个商务值得一个掌声 当他挂掉电话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我们根本不合适 因为不喜欢瓜子二手车的 我们不可能合适 我参加这个节目三年了 这是我念的第一个商务 原来念商务的感觉这么爽 比恋爱还要爽多了 好 谢谢大家 我是李韩元 谢谢 有得打 这组又激烈起来了 对 三 二 一 请 左票 我觉得坐以待毙 说早了 可能不一定 还不一定 后面的人太强了 海元你这一段 这个就是前面那CP 我完全没听懂 但是这个死后被人发现这一段 对 这会儿抬杠出 我就太爽了 我回忆起了 刚认识你的时候 你讲段子的那个路数 其实海元刚开始讲透露秀的时候 大家都 就是他会发现一个 特别特别刁钻奇怪的角度 对 刁钻的你都插不进去 就是他说这个话题 就催婚这个话题 真的 一了解的时候 就容易特别婆婆妈妈加上了一段 但是被他用这种方式一说的时候 真的太好笑了 他就是这个很清晰 但那个 你 你 科CP那个你听懂啊 是吧 你说什么 我因为真不懂那套语言 那什么意思 我第一次听 什么那个 什么还死 你们都落后了 那全听懂啊 姐 真的 说的多好啊那段 把我杀了给别人猪猪性啊 这是真的 这不是你编的 这是真的话 哎 刚才他们说这时候 我不可思议他们说这是真的 他们说大家就是这么样说话 而且他 而且他找不回来了 他说 他说他们家猪也上头了 真的有人这么说 哎呀呀呀呀呀呀 我以为是你编的一个 特别荒唐的梗呢 我说 不是 你让海员怎么堕落到这个地步啊 胡说八道 我没有堕落 我只是去解读了一下他这句话 其实你在网络上可以看到 这平台都可以看到 我拍灯就是因为 他后来突然说 父母是科CP的那个 对 那个很好 我那个演示太巧妙了 非常好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太靠谱了 父母总是说 你到什么岁数就应该结婚 是不是 平均岁数应该平均结婚 那平均年龄就该死 对不对 那是不应该的 其实说得太好了 这个段子 哎 冠军啊 冠军吧 听我话 听我话 先晋级 先晋级 不一定能晋级 菁姐第一次说出了冠军 哎 哎 我们就是柳王花明 我们最开始也 因为那两位也很强 我们非常觉得您可能 但是就刚才那两线 我们觉得真的是 哇 特厉害 厉害 厉害 恭喜海员获得了四个派灯 进入等待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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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老师后边压力大了 是 对 同二是压力最大 其实 海员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 非常出色的一个脱口秀的演员 铺垫的层次是挺丰富的 挺欣赏他的 接下来这位 就是确实是今年 反正从之前线下比赛的成绩来看 是最强新人 所有人在选择的时候 没有人愿意跟他再一组 掌声有请同默南 我有点想看好戏了 说实话 这也太精彩了 大家好 我是同默南 我最近也在思考一些婚姻方面的问题 我经常感觉 我情感关系上最大的阻碍 就是我现在这两个职业 脱口秀演员和英语老师 作为一个英语老师 现在还在一个培训行业里工作 教的还是出国留学考试 就你现在很难找到 比我这个更绝望的职业了 我本来心态真的挺好的 我觉得录节目 录得不行 还可以回去教书 谁整想录着录着一扭头 行业没了 录成全职脱口秀演员了 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 我们这个工作属性也很倒霉 就每个周末节假日 我们都要演出 和女朋友基本休息不到一起 我女朋友都很诧异 说孟楠 就跟你在一起 我才第一次知道 就一个人啊 竟然可以在没有钱 也没有事业的同时 还没有时间 真是绝了 说你是怎么做到的 竟然能够在所有短板 一应俱全的同时 每一块还都短了这么歇斯底里 我经常感觉 如果说人就像是一个木桶 有长板有短板 那么大家路过我身边都得惊叹 说呀 这怎么还有一个托盘 我就纳闷 为什么人的优点 往往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但是缺点 竟然可以一点排异反应都没有 很容易就做到五毒俱全啊 我跟我女朋友 一起去玩一个丧尸主题的密室逃脱 就在那么一个沉浸式的 世界末日的背景下 我竟然能够做到 在比其他人胆小如鼠一万倍的同时 在比他们粗心大意一万倍 其他男孩都把女朋友挡在身后 端着枪跟丧尸激战正憨 只有我一个人把枪落在了 门口大厅的沙发上 我女朋友都看傻了 说怎么夜问啊 丧尸奔涌出来 给我逼到墙角 看到我手里空空如也 她都给整不会了 因为我得把她杀死 这个剧情才能够推进下去 老的大哥比我还着急啊 我俩面面相去 她都开始说人话了 你枪呢 可以掏出来了 看看是不是在那兜里呢 我也有点扭捏了 我说今天来的是有点匆忙 不过您看这样行吗 我对婚姻的焦虑其实也来于我妈 因为我妈从来不催婚 因为我妈从来不催婚 这反而激发出了一些我对婚姻的欲望 我妈她对生活就非常的消极 你从微信名能感觉到 其他人妈妈微信名 谭乡深处 宁静致远 幸福每一天 我妈微信名就三个字 没必要 AKA No Need 说莫南 你就没必要结婚 结了婚 还怎么心无旁骛的 给妈妈养老啊 就住在家里 到时候你爸也退休了 他洗衣服你做饭 两个巨鹰都在家里 给我玩这个乌鸦反补 好吧 养尊处优这么些年 也该补上劳动这一刻了 It is your turn 我竟然都问出了一个 我觉得但凡有点骨气的年轻人 都不可能问出了一句话 我说妈 那我老了 谁来照顾我呀 我妈哈哈大笑 说莫南 谁还管得了你呀 实在不放心 你走我前面也行 我现在都感觉 我觉得如果说所有的父母 都能够有我妈这种 毫不利人 专门利己的心态 就不催婚 甚至再决绝一点 能够拿出当年阻挠咱们早恋的那个劲头 来阻挠咱们的婚姻 咱们结婚率 很有可能就是上升的 因为结婚就成了年轻人心目当中 最叛逆 最摇滚 最先锋的事情 音乐节上 让一群头发五颜六色的年轻人凑在一起 没有人Pogo 没有人跳水 听嗨了就在那拜天地 就在那哭呀 你准备了吗 你准备了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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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顶得挺高的 顶得挺高的 顶得挺高的 其中一个大哥腰杆挺直 掏出一个结婚证 旁边都吓坏了 说呦 这东西现在可是很难搞到的呀 不愧是玩死亡金属的 这你爸妈不得疯了 大哥摆摆手 这才哪到哪 年底 我把孙子都抱上 接下来我头目来起来呀 可以 今年所有的新人第二轮都顶起来了 是 周星宝得顶了又得 周星宝第一得顶了 把那个凳子给周星宝吧 谢谢童梦辰 三 二 一 掌声再次送给童梦辰 谢谢 谢谢老师 我今天他们俩惊到我了 他的这个观点和他那个观点 他们俩惊到我了 哪个点啊 真的 就是他刚才说 后面这一段就是他妈妈说 死亡清楚这个 真的 我觉得这个观点真的惊到我了 你妈太牛了 对 在我妈的世界里 反正只要我不结婚 这个世界要少了一段 乏味蹩脚的婚姻 多了一个幸福自由的母亲 真的 双赢 你带我问你妈好 谢谢林陈老师 谢谢你 我妈特别喜欢你 真的就特别棒这个 我妈 我妈以前也是 我以前带我女朋友回家 我妈跟那女的说 要不你再想想 反正他们老劝那种莫莫其妙 我妈也是 就是比较了解你 他开心就行 对 莫楠的表演好 好厉害 好像第一场的时候 还有点 对 这回太酷了 第一场没表现得特别好 感觉还是对场子 不是特别的熟悉 对 这回造起来了 今天已经变成主场了 对 这一次稍微适用 但也确实没辙了 就大家太强了 就我第一次感觉到 幽默原来是这么让人 恐惧的一件事情 就我上一次录制 我确实是吓到我了 你也很强 他们看到你也害怕 我刚才 他还没说以前 从那边走过来的时候 我突然在想说 真的 这个脱口秀的这个形式 可能会有更多的人选择 现在你们剧场在哪 我以后来经常去看 这样是吧 太好了 欢迎 我觉得很好 我还在那个rock 听着音乐节 然后听到拜天地的那个 我觉得那个真的 他的 那个点挺好的 他的情境构建得很荒唐 但是那个点都很准确 有道理的 用的词 其实我在想 他用什么词来收那一段 用的是拜天地 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 而那帮音乐节 本身就要就是这样 然后他又能想到这种 拜天地的 恭喜莫南 获得了四个领校园的拍灯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请莫南进入等待区区 我最喜欢的周罗瓣来了 周罗瓣来了 周罗瓣来了 好看 周罗瓣怎么又在这么难扛那个组 他他能顶着他这段句号 确实厉害 他的演出节奏什么的还都是挺独特的 希望大家回去可以多看佟莫南的演出 这一组呢 确实有点死亡 最后这一位也是本场最后一位演员 我也不多介绍了 有请周罗瓣 大家好 我是周期末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情生活吧 是一个比较私密的话题 我跟我前女友啊 分手已经一年多了 说实话呀 他从最开始就不信任我 很简单 就因为我是双子座 他觉得我早晚有一天会是渣男 我就特别不理解这件事情 就为什么如果一个人啊 生在5月21号 就是双子座 就是渣男 但如果生在5月20号 就是金牛座 就是专一的代表 就感觉在20号那天晚上 让人想通了很多事情 让人觉得 我荣马一生为了谁 我能爱几回 恨几回 是吧 所以他不信任我 他对我的一举一动 都特别的敏感 比如什么呢 比如我发微信的时候 我不能笑 我一旦边打字边笑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 是哪个小妖精 让我男朋友产生了愉悦 然后他会就把头凑过来 谁呀 我说怎么 你是觉得我跟我爸之间 有点什么 就在他这儿啊 对他忠诚 就是发微信 不能笑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 什么叫忠孝 不能两全 躲落 有点躲落 为了比赛嘛 为了比赛 没有办法 所以我在他面前 真的特别小心 我记得有一次 他把他闺蜜带过来 介绍我认识的时候 我们三个坐那儿 闺蜜坐我对面 他坐我旁边 他闺蜜真的很漂亮 不漂亮到当时 我心里有一个小人 对着他 但是我还有起码的道德感 所以我在整个过程中 我就一直忍着 没有看他闺蜜 我就看着我女朋友 然后我心里想 看他 不要看他闺蜜 他肯定在看我 是不是在看他闺蜜 现在差不多可以看一眼 先假装看那桌 真好看 真的哪怕我已经这么小心了 但最后我俩还是分手 没有用 还是分手 所以那阵我是挺伤心的 我就想回到东北老家散散心 顺便也陪陪我爸 结果这证明是一个特别错误的决定 因为我爸呀 就经常愿意在我的伤口上撒盐 尤其在我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 有的时候就是我俩坐那吃饭 然后吃着吃着 一点联系没有了 连主语都没有 我说谁呀 你俩呀 我说啊 没联系了 没联系 微信删了 删了 哎呀爸别说了 吃饭吧 别聊这个 哎 你可招点急吧 啊 33了 明年40了 我说爸你这是咋算的 你要这么算下去 我能走你前头 是吧 还好 我平常总喝金点有机奶 每百毫升含3.8克原生乳蛋白 营养又健康 我说爸你也喝点 咱俩争取都晚点走 都晚点走 你们可能没有想到 这后面是一个商务 就跟我没有想到 后来我还能知道我前任的消息 就在今年 有一次我跟我前任一个共同的朋友 我俩在那聊天的时候 聊着聊着呢 他突然问我 都说哎 那谁结婚了你知道吧 当时脑子嗡的一下 不知道为啥 就在我的认知里呀 就总感觉前任是永远不会结婚的 他不应该没人要 开玩笑 这太得罪人了 开玩笑 但我当时真的很懵啊 我说啊 这么快吗 我说不知道 他没联系 他说啊 没联系 没联系那算了 算了 那你想看照片 我说看不看都行 但我当时心里有一个小人说 你倒是往外拿呀 是吧 我想看 快点快点快点 哎呀 然后我这哥们就掏出手机来 给我看 他在我前任婚礼上拍的照片啊 我一张一张在那翻 我表面上啊 翻得很快 但其实我看得很仔细 我就想在我前任脸上 找一种表情 找一种勉为其难的表情 那种表情就是 啊 我才意识到上一个人有多好 我爱的是上一个人 这是个错误的决定 我有点后悔了 一点这种表情都没有 怎么说呢 他太会伪装了 会到让人心疼 所以我把手机还回去 我说挺好 看得挺幸福 幸福就好 哎对了 他老公是干啥的 不要小瞧这简单的一句话 当时我心里又有一个小人 远远地对着他老公喊 过来呀 啊 他老公过来来跟你比划比划 看看你什么角色 然后我这哥们就开始给我讲 我前任他老公 是一个投资人 啊 在北京上海都有房子 两个人蜜月去欧洲玩了一个多月 这个那 这个时候才看我心里那个小人 一边跑一边喊 杀人啊 救命 有人杀人啊 分手以后我是想过 我的前任可能会过得好 但他过得有点太好了 就他的好伤害到了我 让我觉得啊 我原来只是他幸福路上的绊脚石 他把我踢开是对的 所以现在我特别想站在他的面前 跟他说 我现在过得也挺好 我现在上了脱口秀大会 也是事业的上升期 所以 你老公投资我 不会错的 好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有点危险 周老板 有权劲 现在机会有点难说了感觉 啊 我不会那么选顾吧 给大神背上 谢谢秦莫 3 2 1 请锁票 哎呀 这组 太难了 这也 这 这组 听说周老板这次 那头排名又第一啊 同样的剧情在上演 去年就是那头排名第一 然后1v1v1的时候 又是第一个人上来说 我不行啊 后面有周秦莫呀 然后啪 就晋级了 然后我就被淘汰了 我觉得今年很有可能 同样的剧情再次上演 不会 哎 静姐怎么样 天花板这怎么样 对 我觉得李淡 天花板怎么样 对 我觉得李淡 做了一件特有意义的事情 真的特别棒 我做四年了 我是看到每一个人 每一组人 或者有自己的个性和风格 不一样的 就是不一样的 这个很难 这个好难 是 我知道 这个很自我 你知道吗 我知道 因为我是 每年都很难 齐某老师的厉害在哪 她的天花板 您感觉这个天花板 是不是就是 我喜欢 我喜欢她的节奏 好 我喜欢她的节奏 她特别稳的 而且合适她的年龄 非常合适 她只是看着了 我觉得她很双子座真的 里面的小人都演出 都写出来了 对对对 会有两个声音 我好想知道 你这听完以后 其实你没有再想念前女友了 我过得好的时候会想起她 不错 其实这一组 所有人都获得了四个派灯 他们的命运就交给观众了 请两位来到舞台中央 哎呦看看吧 这个站着看 哎呦 哎呦 好强 最强一组 我觉得最稳的是童某男 对 凯元和谁看现场投票了 他这组最低的也一百七十多 快点 这一组太强了 这一组应该是本场 最势均力敌的一组比赛 强 所以也必然会诞生遗憾 让我们来看谁会离开这个舞台 我演完 我觉得自己还有一些希望吧 但是不一定是特别大的希望 就是等着看结果 我说完之后 我感觉就是票数不会低了 因为已经拿到了四刀 今天表现呢 其实不尽如人意 因为我对这个稿子有自己的判断 好 太激烈了 跟我把它吓我一次 我们恭喜童某男180票晋级上 上位区齐默179票 晋级下位区恭喜两位 童某男也是很厉害 其实我觉得这一届新人最厉害的点 就在于他们的纠正能力非常的强 马上就可以找到自己的最佳状态 然后来势汹汹 其实很害怕 周期末我觉得就是一个表演类大师 我觉得他特别神奇是在于 他并不像别的那帮人加一堆笑点 他只是很精准地重述了他当时的处境 然后就已经很好笑了 我觉得海源 童某男 周期末 他们这组表演太精彩了 三个人都精彩 感觉就是总决赛的水準 要说点 坐以待毙 那我走之前说几句吧 因为其实这一季我真的心里非常的复杂 我有一点不想参加了 因为我之前一直都表现不太好 但是忽然一直在劝我说 你再参加一次吧 就是你去跑马拉松 不能因为你跑不过那些埃塞俄比亚的选手 你就不参加 因为其实我这两季其实对舞台是挺恐惧的 我有很多心理阴影 所以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一直在爬坑 今天令我高兴的是 我觉得我从这个坑里面差不多爬出来了 我觉得我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感觉到不害怕了 看到观众和领校园是感觉到我们是很和谐很亲切的 然后我可能今年也会做更多的一些线下的演出 然后如果还有一些观众喜欢我的话 还愿意来看的话 欢迎大家来看我 谢谢大家 谢谢 加油 加油 这一场非常非常精彩 我不认为是爬坑 我觉得是上了一个新的小山包 希望明年的马拉松还能看到你 谢谢海员 再见 海哥这是带着荣光走道的 这也是帅的 这也觉得很厉害 走下去也是吭枪的 真的是海员 两年以来降的最好的一次了 最可惜的是海员淘汰了吧 但同时最开心的还是海员找到了状态 这就是海员淘汰了 海员淘汰了 海员淘汰了